Hello,大家好,我是杨逸玲 今天是8月13号 8月13号是一个什么日子呢? 可能也只是一个普通的一天 正常的工作,起床,休息,回家 但是对于我来说 8月13号,我们回到2008年 这一天是我们中国女子体操团体 突破历史的那一刻 这一天我们拿到了 中国女子体操史上的第一枚团体奥运金牌 所以这个特别值得我们去记住这个日子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 08年的奥运金牌呢? 这一块就是08年女子团体的金牌 这个就是每一届团体金牌的正面 来,我们专业手势了一下 那就是雅典那女神的一个图像 那么这一面呢 就是代表2008年这一届的特色 金香玉 好,那怎么证明这一块金牌 是女子团体的呢? 它这里写了一个gymnast tix 对 这里看得到吗? 然后这个袋子有祥云 还有08年的所有标志 当年领奖的时候 其实为了这一块金牌呢 它最后获得的时候 是我们六个小花站在上面 大家记住了我们 但是为了这块金牌 是整个大集体付出的更多 因为从06年丹麦市井赛的时候 中国女子体育队获得了第一次的世界团体金牌的时候 我们就为08年做了整个大的部署 所以这一块金牌是所有体操人的梦想 其实现在回想起来呢 就是大家会觉得我们在比赛的瞬间 还有夺冠的瞬间是让大家记住的 但是对于我来说 它整个08年的备战期间是有很多难忘的故事的 其实整个东迅我的训练状态是还比较理想的 但是故事的转折点就发生在了东迅结束后 开始外派锻炼队伍出去比赛 然后第一次参加世界杯分战赛 然后当时五月份的德国特别的冷 我以前比的比较多的比赛都是团体比赛 有属于自己队伍的活动时间 但是世界杯的比赛呢 都得靠自己去抢器件 当时我很可心意起 我们出去的时候场地特别混乱 要自己抢到器件才有机会活动 然后真的 我又是南方人太怕冷了 我第一次上去抢器件没抢成功跳下来 然后后面我就跟可心说 你一会帮我喷杠子 不管怎么样我都要把杠子握在我的手上 然后可心说好的 然后我就冲上去 我就抓住高杠 然后下面好像别的国家的队员也在做低杠的动作 然后我也不管了 他做他的动作 然后我也做我的动作 他一做他做我也起 然后砰 男人就撞在一起 当时已经是08年的5月份了 然后5月份出去比了那次赛以后 我就这样瘸地走出赛场 然后他的那个 就跟那个紫薯馒头一样 然后走路也不太方便 还是有点瘸 但是尽量让自己快一点的恢复 因为没有伤到骨头 对于运动员来说就不是大伤 然后在6月份选拔赛的时候 还是表现得不错 顺利入选了奥运会 然后最后两个月的备赛当然是最至关重要的 当时我们中美的差距是什么呢 那我觉得唯一最大的差距就是我们用了五个新人 他们老将偏多 然后对于当时我们这个比较新的团队来说还是蛮有压力的 但是整体阵容和难度的匹配上我们是势均力敌的 然后当时我们是出现了一次失误 美国队出现了两次失误 所以我们就抓住了机会 然后在菲姐最后一个自由操结束舞蹈动作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这块金牌我们拿稳了 所以大家都 对大家很激动 但是更多我觉得对我来说 我会觉得我每个运动员从练的那一刻开始 他都会说我的希望是站在体操的最高领养台上 但我觉得这块金牌对于教练和整个体操人来说 这块金牌是更加的难得的 是我们整个中国体操队剑队五十多年以来第一块女子团体金牌 也是展示了我们整体最强的实力 这么一晃呢 我的这趟奥运之旅也过去了13年了 那么在我退役的人生中呢 我发现除了体操以外 我还有更多更精彩的生活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 我也发现了我是一个体育的非常狂热的爱好者 因为我参与了很多运动项目的锻炼 我会觉得不同的运动项目有不同的特点 还有吸引力 我也在大力的参与这个全民健身 我先从带动我身边的朋友和我一起运动 然后瘦身开始 我希望呢 在这个平台可以认识更多热爱运动的小伙伴 有机会我们可以组团一起运动 打卡 然后有机会我们可以